月中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共和黨的國會領袖麥卡錫的公開談話 八大方向向中國救責 可是同一時間 這個國會跟拜登 可能達成共識協議的是 這1.2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方案 確實這個大基建計畫 其實拜登在剛上台沒多久 就已經提出來 可是一直受到共和黨的杯葛 主要是覺得錢真的是花太多了 因為原始的版本其實高達2.25兆美元 但是經過兩邊的議員協商之後 到今天凌晨終於拍板 算是拍板定案 就是整個大基建 可能就是分三期來做 初步的計畫 以今年來說先5790億美元投入 那五年內是就加到9730億 八年就是到1.2兆 那整個數字剛剛說的 跟原本的計畫2.25兆 確實有很大的落差 那其中還是維持要去做的 當然就是有立即性的 譬如說美國的鐵路公路 這些公共建設 之前他們自己也講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說 美國怎麼看起來像第三世界的國家 這些基礎建設都很糟糕 所以這是他們的當務之急 再來就是電力 美國市場也蠻常缺電的 再來還有網路 美國到現在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網路 所以這個部分會優先去做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 電動車的部分就被砍得很深了 因為原本的計畫當中 光電動車的預算高達1740億美金 今天早上的版本出來 被砍到只剩150億 差這麼多 連原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其中最大的一塊就是電動車的補助 就被拿掉1000億 因為在美國原本買電動車 聯邦的部分 一台車是補助7500塊美金 那還有州政府就以特斯拉來說 如果你在加州買特斯拉的車 至少可以補助1萬塊美金 但是現在聯邦的這7500就拿掉了 那當然拜登有出來講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他很重要一塊 他的計畫就是要希望能夠做新能源 所以他說這個部分 他會想辦法再找錢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可是之前台灣可能都是因為疫情的新聞 把它給淹沒掉了 我們真的是必須要提醒大家 美國白宮在6月8號發布一個 非常重要的供應鏈安全報告 其中其實很重要的四大領域當中 最主要的半導體供應鏈的部分 跟台灣息息相關 我們可以看到這份報告全長高達250頁 其中有60頁都在講半導體 光提到台灣的次數就超過50次 你就知道他們是多在乎這件事情 那主要的幾個重點 我們抓出來跟大家討論 第一個就是美國自己提到說 他們有五大的困境 第一個80%的半導體都在亞洲生產 其中10納米以下的高階製程都在台灣 對他們來說90%都在台灣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提到第三個很關鍵數字 如果台灣斷鏈 將會造成5000億美金的損失 所以他們覺得把這些 這個台灣雖然很值得信任 可是壓在台灣真的是風險很大 所以美國要做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要提升他們自己本土的試占率 以去年來說 美國半導體試占率只有12% 那接下來再到2027年 他們希望提升到24% 再來還有一點就是 美國的很多廠商都外 半導體廠商都外包給中國 這個比例高達42% 也是他們接下來要去調整的 所以就美國來說 他們要分幾階段 去年12%的試占率 今年希望先提升到18% 到2027年要達到24% 那美國上來當然有人要下去 誰要下去 其實台灣跟韓國的試占率都要往下掉 那就美國的預估到2027年 台灣還會是世界第一 可是試占率會從去年的56% 掉到到時候只剩40% 那更慘的就是韓國會掉到只剩17% 也就是說到2027年美國預估 他們是要超過韓國的 所以美國要怎麼做呢 分三個方向 第一個砸錢 先砸520億美金 是補貼這些金圓廠 半導體廠 加速的擴充本土的供應鏈 他們預估在未來幾年 要建本土7到10座的金圓廠 第二個當然就是要拉攏台灣跟韓國 因為畢竟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是最領先的 所以要建立一個盟友的關係 第三個當然就是持續加深加重 對中國的制裁 我們之前也提過 以前都只限定 這個高階製程的設備不能消中國 現在連28奈米的這種成熟製程 都不准消了 那除了當然除了美國會做這些動作之外 其實就Semi 就是這個國際半導體設備協會 他們的統計 光今年到明年 全世界會有29座金圓廠動工 我覺得把蓋金圓廠當作重數一樣 太誇張了 沒有台灣蓋最多 台灣有8座 大家可以看到 就中國跟台灣 其實在未來兩年都是要蓋8座 其中台灣今年要蓋6座 明年2座 中國是今年5座 明年3座 北美地區這兩年也是6座 那今年4座 明年2座 那歐洲及中東是這兩年會有3座 在剩下日本韓國 今年明年都會各蓋1座 好那實際上我們看到 大家現在就是砸錢的 競賽 好所以看到媒體統計 全世界關未來這幾年 大概3到5年之內 全世界一共會砸至少超過10兆新台幣 在這裡面 昨天美國這邊拍板定案 1.2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方案 核心集中在科技 科技集中在半導體 半導體集中在 美國當然期待增加美國製造的部分 不過全球事實上確實也都有大批的這一個擴產的動作 是當然誰都不想被擠下去嘛 所以現階段真的大家就是燒錢比賽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美國之外 我們看到台灣未來這幾年 我們台灣的四大半導體廠的就是台積電 聯電世界先進跟立基電 未來光這兩三年準備要再砸4兆1180億台幣 其中以台積電 兩奈米的製程就準備要再燒3兆台幣 非常驚人 他的兩奈米要燒3兆 對這是因為最新的製程 勢必要花更多的錢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大燒錢 三奈米的部分也要再燒6000億台幣 那再來真的是比燒錢還是比不過韓國 韓國準備砸大概4.7兆的台幣 哇這真的是很誇張 那其中他們光3奈米的部分 他要砸4.2兆 因為他還是落後台灣嘛 所以他們還沒有2奈米的部分 所以他們的重點會在3奈米的部分 那中國相對就落後了 因為你有錢你也買不到東西 所以中國的目前估計出來 只有一千多億的資本投入 那美國的部分也有將近1.4兆台幣的投資 那其中重點還是在台灣跟韓國的PK 那韓國當然重點就是三星 那因為台灣最近真的是遇到疫情的問題 三星想要利用這個機會超車台積電 那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那三星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其實整個看了一下這媒體所做的比較 真的就是燒錢 這比燒錢台積電雖然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重點是三星的背後 有韓國政府的支持 我們可以連帶看下面那一張表 因為我們在台灣政府 給這些產業的支持 其實是有限的 比如說像各種的相關的基金 其實加一加大概十幾兆 抱歉十幾億美金 可是韓國政府光今年就提出一個 四千五百億美金的計畫 要援助這些科技廠 我們知道韓國這些大財產能夠崛起 其實都是韓國政府嘛 你說三星真的那麼有錢嗎 其實也不盡然 背後其實都是韓國政府 所以這真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好那所以呢 就把這些各種補貼加加減減之後呢 媒體估算了一下 兩大廠台積電跟三星 大家在成本上 其實Costdown大概都是25%到30%左右 其實差不了多少 好那當然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到美國去設廠 當然三星跟台積電都有很大的動作 台積電的部分呢 當然它的相關的供應鏈 也都會跟上了 所以媒體目前統計出來 已經比較確定的 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屬於化工類的 大概像盛益 李長榮 台特化等等 那其他還有做半導體無城市的漢堂 那其他還有相關的這些設備廠 像崇越 長春 帆軒等等 都已經確定要到美國去了 那其他未來會不會更多 我想應該是有機會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台積電接下來的股價 其實大家也很關心 很多投資人都很關心嘛 可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外資對台積電的這個目標價 居然是低的到580 高的到880 差這麼多 那原因何在 那當然大家覺得是 有人覺得這一波的搶貨潮 已經差不多了 可是有人覺得這個搶貨潮 還有機會繼續燒 所以呢就有人說 那與其你去關注這個台積電 那你還不如去看設備廠跟封測廠 其實都會有受惠 也相對的比較容易去評估